在结束了两个多月的休渔期之后 最近浙江离水市云河湖迎来了 虎年的第一次拉网捕鱼 这一次捕鱼季 预计将收获60万斤 在云河湖紧水滩酷区的湖面上 渔民们正在收网 成群的连鱼争相跳出水面 水花四溅 这一次踏步 这两个蛮好 大风球今天一样 每年的3月下旬 云河湖将进入开湖捕鱼期 捕捞的鱼类主要以白莲花莲为主 捕鱼期将一直持续至9月初 预计将收获60万斤 整个33个村里面的 户区移民有3,056人都有收益的